大家好 我是沙巴神学院的讲师 谭静智牧师 路德记是圣经中的一本小书卷 短短的四章 共有85节的经文 路德记一般给人的印象就是 有关浪漫的爱情故事 或者是充满温馨的亲情关系 当然也包括 就是有关神如何介入和保守一个平凡的家庭 对我而言 读路德记让我想到耶稣基督的教导 耶稣善于用故事或者是比喻来教导众人和门徒们 那我们知道这些故事背后呢 是有着很重要的神学意义 不是只是纯粹的来娱乐听众 或者是带出一些简单的道德的体现或者教导 路德记在圣经中的地位是跟其他书卷同样重要 都是缺一不可的 这历史故事的背后是含有着很重要的神学意义 路德记可以说是修圣经西伯来文入门的最佳书卷 它的用词和文法都相当优美 是的当我们以文学的进入去研读这卷书呢 你就会发现它里头藏着太多宝贵的神学法师 从路德记做生命法师这线上的课程共有四堂课 四个主题 与文学的进入看经文 间中也有一点原文小知识做点缀 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学习的旅程 从路德记我们反思生命中的平常 反常与非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